欢迎大家参加旺中时大学院校反媒体垄断法辩论的邀请赛 我是本次的比赛的主持人 同时也是旺报总编辑王硕中 本次的比赛辩论题目是 我国反媒体垄断法应纳入网路电信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三位的评审 在我左手边是四星大学口语传播学系的教授岳荣慧 在我叶老师旁边的是名嘴 大家也非常熟悉 同时他是四星大学 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胡又伟博士 另外在胡老师左手边的是 玄奘大学传播学院的院长 陈伟枝博士 我们接下来来介绍比赛今天的双方的队伍 那左手边我想我们正方的 正方是台科大的正一 正一的这个是温良池 正二是正杰同时也是杰变 那正三是何怡婷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反方淡江大学的这个阵容 反方的这个一辩是施婷怡 反方的二辩是陈鸿生 反方的三辩是徐梓哲 好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本次的比赛是采取奥瑞刚的五五四字 那生论及直询的这个答辩各五分钟 然后节辩是四分钟 那我们主席现在要按照时间到前一分钟 按您一响来示范 那时间到了前三十秒 我们会按您两响来示范 那另外时间到了时候 将按您三响请示范 那届时我们就要请台上的这个辨识 要停止发言 那我特别提醒大家 现在因为我们现在 大家要把手机要关机 那我现在在此宣布 那我们比赛将在铃声响一分钟后 正式开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好 我们现在请正方的一边上台声论 评审对方便有及在场的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我是正方一边温良词 今天和大家探讨的编题是 我国反媒体统论法应纳入网路电信 首先让我来看我国广电媒体垄断防治 与对文文物法草案中的立法目的指出 针对广播电视及其他当中部媒体 可能遭到垄断之危险 因立法积极加以防范 确保社会多元意见得经由媒体平台表达及散布 形成公共讨论之自由 为发展我国宪法秩序之一环 因为媒体是公民意识发展的基础 身为民主国家的台湾 我们希望透过大众媒体 使人民能全方位洞悉事情的全貌 掌握实情 做出正确决断 并发挥媒体的主基本功能 根据来自英国Denis Macquale 在西元2000年出版的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这本书论书 媒体主要有五大功能 接测政府表达民意 传递资讯 提供娱乐 及传承文化知识 我们知道媒体是一种文化产物 能够在极端的时间内 推动人民的思想行为 并将认知集中导向某个焦点 集聚巨大的能量 对社会 经济 文化和政治 均产生非凡的影响力 可见网络的影响力 已如同水一般成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元素 然而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一旦网络媒体市场被垄断了 各类的麻醉效应 拟态环境等问题将层出不充 拟态环境这个概念 是从1920年代 由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所提出 是指我们所接受的信息环境 并不是真实的世界 而是透过媒体工作者 将信息在进行挑选 加工 重新结构化的后的结果 因此这样的拟态环境 必然与现实环境 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除了资讯本身的加工性质 媒体若是发生垄断之后 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产生呢 台湾伊德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教授黄哲宾博士 于后直媒时代的资讯垄断表示 于后直媒时代的资讯垄断 不单单只是图立的垄断者 让他们达到利润最大化 更可怕的是 网路媒体的垄断 还会深远影响台湾人民思想 表达的多样性 与文化产业的创新性 鉴于此 政府有责任 避免媒体垄断的结果产生 藉由更多元化的资讯提供 让我们对社会的认知 更为贴近真实 实现真正独立自主的社会环境 在了解完媒体垄断完的避害后 让我们来讨论遍体所主的网路电信 据神正院研考会 在2013年1月23日的 数位落差调查结果显示 台湾上网人口已破1500万 大幅超越报纸 成为台湾民众的第二大资讯来源 又根据中山大学气管系 黄俊英博士的指导论文 分析出 台湾上网人口的偏好统计数据表示 网友最常上网使用的第一功能为搜寻 第二便是阅读新闻 我们知道网路媒体的风波发展 已反映了线下纸本与广电媒体的转变 从原先值的纸本报纸形式 转换成所谓的电子报形态 已成为主流 未来在MOD计上和免费供应后 我们更能看见各家电视台 纷纷将新闻片段转载上网的动作 换言之 在时代的转变下 现今要以广电为对象的反媒体垄断法 早已无法规范到现在的主流媒介 故我方主张将网路资讯媒体 例如中国中时电子报 自由电子报 联合新物网等 均纳入反媒体垄断法的规范当中 制度方面 我方规范将引用 台湾大学公共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所介绍的德国反媒体垄断法 对跨媒体集团垄断值 卡一卡计算的制度 将该媒体集团在不同的市场占有率予以加总 比如说我们报章杂志上面的月报率 还有我们使用有线电视的收视率 与网路的点阅率与有线电视与加总 并根据不同的媒体影响力 给予不同的权重值 若计算后那些比率值超过一定的比率 便认定该媒体集团过大 将可能威胁市场自由竞争 沿路多元及损害消费者权益 与重要公众利益 并就其媒体并购案予以否决 因为网路电信就好比超商一样 表面上它是一个多元的贩售平台 但其实它早已帮我们的商品 进行了选择和加工 甚至有些品牌的商品 即便是它的品质再好 但是我们在7Event却买不到 中央研究院经济学家 施俊锡教授便指出 掌握了通路及掌握了发生权 因此我们希望台湾媒体 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选项 比如就像我们吃三餐 吃饭的时候 我们希望除了有五谷类 蔬果类 蛋豆与奶类 还希望厂商可以提供 更多样化的菜色 帮助我们均衡饮食 摄取各类的营养 因为网路媒体就像我们的精神粮食 我要让理财环境更贴近真实 为了因应时代变化 与追求媒体独立自主 公平竞争的多元环境 各国反媒体共产法 应纳入网路电信 谢谢大家 好 我们现在请反方的二变 上台咨询 对方没有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首先对方没有我想请教你一下 您方对于网路的定义是什么 我方对于网路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刚刚只要是在TripleW以上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媒体垄断 所以我们指的是新闻媒体 只要是可以透过媒体工作者 有聘雇媒体工作者 然后来做出新闻这样的网路 对方便我方是要 我方是 好 对方便我 对方便我其实网路并不是指 对方便我先一次往来再讲 对方便我请问您方刚才讲的计算方式是 我们计算方式就是比如说你看报章杂志 你有月报率嘛 然后你点击网路上的新闻有它的点击率 还有你看电视新闻有它的收视率 我们希望把这三个加总之后 如果有超过 就是会除了加总我们是加权加总之外 然后如果有超过一定的比重 我们就算是垄断 可能会影响就是未来的自由发展竞争市场 你更加级性的比重是 就是我们刚刚有引用 就是有讲到 对方便我们刚才对方便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对方便我方知道Google跟Yahoo吗 是 对方便我方想请问你 你们方搜寻的时候 通常是用Google还是用Yahoo 你是指搜寻新闻吗 还是 都可以关键字 我是用Google 对方便我除了这两个之外 你方还有使用其他的吗 对方便我Google跟Yahoo算不算是在垄断 如果我想完善的回答你的問題 如果我在Google找不到的話 我當然就是會跑到其他的入口網站去 所以主要就是Google跟雅虎嘛 主要是這兩家 可能還會有其他的 好 那對方便宏 那請問這兩家有沒有壟斷網路市場 對方便宏有嗎 你們方要對它進行開發嗎 對方便宏這兩家都是國外的公司 我想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只在新聞媒體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媒體壟斷 我方只是想要闡述說 你今天在針對於網路 你想要針對網路進行規範是十分不合理的 好 多方便宏您方剛才 我們規範的部分就是只有在電子報 還有如果有聘雇媒體工作者的一些新聞媒體 那對方便宏我方要請問一下 您方對於媒體的定義是什麼 我方對於媒體的定義 剛剛有講就是如果是可以讓大家知道 讓大家知道資訊的是媒體 讓我們希望他可以公開客觀然後多餘一點 我們今天大家在這裡手拿著麥克風 我們要讓大家闡說我們國外 這方便宏有請問我們是不是媒體 這方便宏其實我們也算是媒體的一種 我們不能把媒體 這方便我們今天不能把媒體 只定義在說幾人定義在是新聞 甚至傳統媒體報章雜 這方面有這些都太狹隘了 是的 我們今天FB 我們的社群網站 可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就是比較新聞媒體 因為真正的新聞媒體它會影響的層面比較廣 如果我們是小小人 我們是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因納入網路電信 這方便宏這裡講的是網路電信 不是網路新聞媒體 是但是我們個人的影響力 並不會像就是媒體集團他們那麼大 這方便宏為什麼不會這方便宏 你今天你在過去的媒體當中 你要發表一篇文章 你想要做出一篇新聞 你可能需要有巨大的資產 但是這方便宏 在我們的網路的社會之下 我們只要我們想要發一篇文章 我們只要有網路有電腦 會打字看得懂 看得懂字字就可以了 是但是這樣並不會比 就是一篇新聞PO出來那麼多人看 它的影響力是有差的 這方便有為什麼 我今天我在FB 我可以PO一篇文 大家都在看 那可能就是你的朋友在看而已 沒有辦法讓全世界人來看到 那我們現在想講的就是 這方便有 所以我們PO新聞 我們可以讓全世界人看到 媒體集團它的影響力是算很大的 又根據就是一些媒體集團 這方便我放在進行下一個問題 這方便您方在依便稿的後面 有講到掌握通路就等於掌握 對 你是指這邊嗎 這邊就是我唸給大家聽好了 中央研究院經濟學家施俊吉教授指出 掌握了通路及掌握了發生權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 不是掌握通路的人 就掌握發生權 然後影響整個社會 我們希望有更多樣化 這方便有 你剛剛認為他所指的通路是什麼 通路就像我剛剛講的7-11案例 就是你到了7-11 然後你就看到 這方便有請舉現在 我們現在要討論通路 不要舉一些奇怪的例子 是 但是我們的網路媒體 就像7-11一樣 他賣東西給我們 但是這些東西都是經過 所以我們要產品多樣化嘛 對不對 這方便我們希望今天可以提供我們牛奶 提供我們餅乾 可是這方便有 我其實我們不在 對方便有 我們只要有牛奶就好啦 對方便有沒有錯吧 所以對方便有 我們今天真正恐怖的 並不是單一媒體的壟斷 對方便有 我們今天害怕的是一個 我們今天害怕的是跨產業壟斷 什麼是跨產業壟斷 我還是蘇惡惠惠的時代 我們未來如果有一個人 他有辦法掌握傳統沒 謝謝對方便有 謝謝對方便有 好 我們現在請反方的一便上台聲論 對方隊友你好 為何今日我們會在這裡討論 反能力壟斷法 因納入網路電信之議題產生 我想對方便有就是跟我們一樣 看到忠實主辦的這個活動 本比賽的便題為 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因納入網路電信 之後的便題為 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因媒經分離 今日為何要探討 正躺在立法院的 反媒體壟斷法草案呢 反媒體壟斷法主要是因為 竟然民間抗議 跨媒體併購事件 所發生的一連串爭議而制定的 其中包括 旺旺併購中天中時中市 還有旺旺中時併購中家案 為何人民要針對上述 抗議這些併購案 因人民擔心廣播電視 及其他大眾傳播媒體 可能遭到壟斷之危險 因積極立法加以防範 主要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 經由媒體直平台表達幾法 散布 保護人民的公共討論之自由定義 但今日財團可藉由跨媒體併購 可能造成媒體壟斷之事有發生 針對對併購的部分 在廣播電視壟斷防治 與多元維護法的第七條 主要規範整合之定義 符合公平交易法對於持有或控制的定義 舉例來說 在廣播電視事業之整合第一項值 與其他事業合併或與其合形成 共同所有或共同控制關係 所謂共同所有 指二以上事業之股份或資本額總數 百分之五十以上 由統一自然人或事業 及其關係人持有或出資者 共同控制指的是兩以上事業 由統一自然人或事業 或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 控制事業經營或人事正免 或以其其他方式 取得實質影響力者 與公平交易法不謀而合 今日我們應該探討的是 跨媒體的併購案 會造成媒體壟斷的結果 而非單單只討論壟斷 因為壟斷並不會影響群眾資的權利 跨媒體併購彩毀 舉例來說 胖達人廣告標榜 天然酵母無法添加人工香料 可是在2013年8月17日 香港部落客在網路上發表文章 質疑胖達人的產品添加人工香精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機查方向 9項人工香料 連自製的天然酵母也拿不出天然的證明 或者是自製到發酵連續9天的品管紀錄 與先前聲明的使用天然食材製造不符 這集廣告不實 不論在報章雜誌 新聞廣播 皆高度報導 胖達人的添加人工香精 它的麵包含有人工香精 但事實上人工香精是合法的 連幾天的媒體曝光 胖達人宣布暫停營業 擇日開業 開店後 其人氣從出爐的搶光到罰人問金 媒體渲染力可見一斑 但就胖達人公開聲明 人工香料是食品級的 符合法律規定 然而這個事件的重點 根本不是食品級人工香料是否違法 而是標榜無人工香料 以高價販售這個行為上面 但卻因為大家都在說 胖達人的添加人工香精 卻忽略了食品級人工香料是否合法 今日我方在乎的是 跨媒體併購是否會帶來 像胖達人一樣的效應 便是當媒體認定某一個事情 應該是怎麼樣 在同一個老闆的操作下 那事情就會以免倒上那一方 而偏離事情的真相 因為事情的真相是我說的算 造成資訊不對稱的情況發生 所以在公平交易法立法利益 為維護交易秩序或消費者權利 確保公平競爭 促進經濟資安定和繁榮 成功阻確一傳媒的賣盤案 公平交易法沒有不贊成獨佔實驗 但對於結合和聯合 結合6元和聯合7元 也有嚴謹的立法出現 以使事業間不得有違反 公平交易經濟產生 故我方認為 因針對媒體之間的跨媒體合併 進行討論 謝謝大家 現在請正方的三遍上台諮詢 方便有您好問候在哪個位 您好 首先您方覺得跨媒體擁斷 它可能會造成知識資訊 人民資的權利受到限制是嗎 因為跨媒體 是嗎 因為跨媒體 因為跨媒體壟斷的話 就是企業會讓 好 所以您方認為它會限制到人民資的權利 但是您方認為壟斷並不會造成人民資的權利 價值是很高的 幾乎大家都是使用Google和Yahoo 可是大家不會認為說 它壟斷了我們整個平台 因為我們只會說它是我們的使用習慣 它只提供我們很好的資源 像是說它提供買賣的平台 還有那個 好 對方便有 那如果今天這個買賣平台 它被其他 我們還是用得很好 可是我們就不會覺得 請讓我繼續詢問您問題 今天您方說到它有各個平台 所以就是沒有所謂的 資訊的壟斷的問題是這樣嗎 就是有很多個平台 然後這平台會到 您方認為每個平台它都會有自己的報導 自己的知識傳遞 所以並不會有壟斷的問題是這樣嗎 壟斷是會發生 但重點是併購的情形 才是我們最擔心最可怕的 好 對方便有 那我們今天如果一般的媒體企業 好像它併購了網路的這些 也許是自由電子報 或中式電子報等等的情況 不就是所謂跨媒體併購嗎 所以我方才認為說 應該是討論併購的地方 是 所以我們今天 反媒體擁斷反應納入網路電信 我們就是希望 藉由所謂這個 德國KEK的限制 和可反媒體的併購的上限來進行規範 可是壟斷跟併購是不一樣的 我剛剛就是有舉例了 那是壟斷就是像剛剛Google和Yahoo的情形 但它只要是沒有 我們沒有看到它明顯的併購 好 對方便我幫妳確認一下 那請問寧方現在還是有 要維持反媒體壟斷法 也就是我們應該要限制廣播電視是這樣嗎 寧方就是要維持現況的限制是嗎 就是我們仍然要限制廣播電視 它各個頻道之間的併購是嗎 是跨媒體之間的併購 就是不單單是 因為反媒體壟斷的話 好 那對方便永您方認為壟斷一旦發生了 這是一件不可以接受的事是吧 沒有 我剛剛就有舉例子說 它只要是帶來好的力量的話 就是是我放的 所以妳方覺得可能是一種 雖然我方認為有媒體壟斷發生 可是就是壟斷一定是不好的 好 對方便永我問妳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我們一般的媒體集團 然後它去併購了網路上的媒體集團 這是算跨媒體的併購是嗎 就是一般的廣電集團或者是 譬如富邦金控等等的 然後他們去併購了網路上的一些自由電子報 那這樣的情況算是跨媒體的併購 您方可以同意嗎 情況怎麼併購 也許是用它的資金去購買它的股權等等 所謂的併購應該是企業和企業之間 是的 好 所以這個一般的集團 然後它去併購了另外一個 譬如這個電子報它的集團 那這算是跨媒體的集團之間的併購 然後它可能會使得它跨媒體的影響力 巨大化 是嗎 您方可以同意嗎 您說網路 您說網路 方便有請問 就是我的問題是 今天當一個掌握一般的 譬如報紙的集團 然後它併購了一個掌握網路的 某個電子報的集團 這算是產業之間的結合 您方可以同意 那它造成的跨媒體影響力會巨大化 您方可以同意嗎 可以啊 可是網路電子報集團 是不是 好 對方便有那我問你喔 嗯 對方便有您方知道我們現今 就是點擊率最高的三個新聞網 是哪三個嗎 您方可以提出 好對方便有那我告訴你 今天它第一名是聯合新聞網 第二名是蘋果日報 第三名是中時電子報 那請問為什麼第一名 不是像您方剛才所說的 譬如說我Facebook的訊息呢 為什麼它不是點擊率最高的呢 因為我們今天雙方都知道 我們想要成為一個 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媒體 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我們需要雄厚的資本額 我們需要用聘請很多的記者 他去收集新聞編輯媒體整理加工之後 傳達給大家 這才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媒體網站 它並不是很容易達成的 謝謝大家 好 我們現在請正方的二便上台聲論 所以是我們在記住 您可以研究你 平臣 可以 現在 平臣 是 平臣 問候在場各位 比賽到這邊其實有點複雜 而且有點混亂 為什麼呢 因為我方發現 反方對於很多 我們題目的定義 以及他們的論點 本身要追求的價值 其實是模糊不清的 舉例而言 簡單交代一下 我們理解的反方 想要追求的是什麼 他們想要講的 其實就是四個字 也就是媒經合一 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怎麼叫媒經合一 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呢 反方沒有舉例子 我們幫他舉例子 這邊有兩個例子 一個是旺中集團 它的跨媒體 就是跨產業 反方只做跨企業的一個現象 比如說他現在有 有線電視中天集團 還有東森集團的經營權 然後還有報紙中時集團 然後還有雜誌中時的時報週刊 以及我們接下來的網路 有線電視 就是電信業的部分 他已經買了中家11家業者 還有獨立三家的系統業者 也就是佔了27%的市佔率 在電信的部分 這也是反方他們所說的 所謂的跨媒體 或是跨產業的一個 資金進入的一個結合的效果 才會產生所謂反方所說的 胖達人的媒體播報的單一 或者是片面的現象 但是很簡單的發現到的是 反方他們現況下面的制度 是只針對廣電 也就是廣播跟電視這兩個業者 去做一個監控動作 也就是限制他們繼續佔購 越來越大的結果 但是相較正方所做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我們已經交代了 一邊告訴大家說 未來主要的媒體 以及人民接受資訊的部分 是網路以及電信的部分 他們在這一部分 是完全沒有去做介入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 他們想要達到的反對媒經合一 或者是反對跨媒體佔購的這個過程 反而是正方的制度可以做得更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反方還發了幾個邏輯上面的謬誤 反方一邊剛剛告訴我們說 媒體會導致就是影響人民之的影響 就是媒體佔購的話 但是他們又認為 壟斷的現象其實不會 我發現他們是把一個過程跟結果 去做一個切割開來了 我方認為這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事情 也就是就是因為媒體互相併購之後 導致市占率越來越大 才導致一個壟斷的現象 而進而影響到人民知的權利 這是一個一連串的過程 而反方是把它切割開來看 不想要討論的就是壟斷的這兩個字 但是當他們這樣子視而不見的態度 其實並沒有辦法 讓我們政府在這部分做得更好 那接下來的段邊 我朋友還針對我們的定義去做一些攻擊 比如說他們認為Google跟Yahoo 這兩個東西我們大部分的人都在用 而且他可能是 他不知道是不是壟斷的問題 他問我們這是不是壟斷 而我方這邊大方告訴大家 現況下面在網路的使用上面 的確就是有壟斷的現象 就像反方所提的Google跟Yahoo 而反方的辨識 就是深深感受不到他們自己被壟斷到 也許還有更多更好的搜尋群 或者是更多不一樣的觀點的搜尋群 我們現在用Google可能搜尋出來都是美國觀點的資料 或是我們現在開Yahoo 前面的兩個焦點新聞都是Yahoo幫我們挑選過的資料 也就像我們正方一邊告訴大家說的是 資訊也就是媒體 他們都已經經過加工跟挑選 來餵養我們視聽的觀眾 我們反方的辨識是深深感受自我感覺良好 他們活在那樣被壟斷的網路事業裡面 卻不想要去改變這個事情 而這是我們正方以及很多很多學者 我們的資料告訴大家說 現況下面的網路媒體必須要更加多元 進而避免他們繼續併購下去 換言之在我們的制度底下 如果Google或Yahoo他們兩個要併購了 我們會用德國的制度 也就是KEK的這個制度來換算一下 它的對於我們媒體市場的總和影響力 如果他們兩個再去併購的話 對我們人民的影響力是越來越大 而且大到一個某個比值 是我們人民可能打開東西都是看到他們給我們東西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拒絕或是 我們會拒絕並且阻止他們的併購案產生 這也就是我們制度才能夠追求到 反方也想追求到的人民值得權利的體現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反方還提了什麼功績 他們針對平台或是通路這個概念 他們認為是不能類比的 他們說711這個例子 他可能在走進去之後 他可能只買到某個品牌牛奶 他們認為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換言之換到我們這個題目的例子 如果今天是一個我們的概念很簡單 也就是電信業者比如說MOD 它本身就是一個平台 它本身就是一個通路 我們資料裡面也告訴大家說 擁有通路就擁有發聲權 我們資料裡面也告訴大家 所有電視台他們要數位化 也就是從原本的電視台變成 機上盒子的概念的時候 它必須要去談 必須要去對自己的節目 或是電視台去做一個讓步 所以如果在MOD或者是網路媒體 這些平台方面很壟斷的現象的時候 我們能夠看到電視台 我們能夠看到新聞 基本上是已經被挑選過 以及被限制到影響到人民之的權利 而這是反方世界裡面會越來越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方認為 還是應該要納入網路電信的部分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請反方三遍上台諮詢 你好 大家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對方便有在針對於壟斷的定義是哪一個地方 壟斷就是我們這邊有德國資料 就是它是一個根據人民可以接收到的資訊媒體 比如說無線電視、有線電視、網際網路、報紙等等 那你為什麼要用德國的資料 台灣有公平教育法 為什麼你要針對 你想要討論公平教育法 你可以拿出來我們來一起討論 我們一起討論 那你有公平教育法嗎 對方便我 可是公平教育法它有沒有討論到媒體的影響力 這是我方認為比較遠的一個定義 是媒體的影響力 那我們想要用這樣的定義 那媒體有廣電三法可以去管它 廣電三法 去限制它關於媒體廣播電視的部分 對 可是我方已經論證了 未來我們人民接收資訊的管道 已經不是廣播也不是電視 而是網路跟電信的部分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對方 你們就是在主要是在針對於反媒體壟斷 那你可以告訴我說 反媒體壟斷它會造成什麼樣嚴重的後果嗎 最嚴重的情況下 你說反媒體壟斷 就是如果它壟斷了以後 譬如說買一個 可以舉個例子嗎 你現況來去舉個例子 就好像你方講的胖達人的例子 可能所有那個資金 那個集團的人全部都幫他說話 或是比如說同一部丁出的事情的時候 那誰幫他說話嗎 誰幫他說話 他經營的集團或他相關的集團 你說胖達人 那他應該是 他不可能是只有單一媒體 應該是主要是 那個我們現在說的廣播事業 去幫他發生 對方我們這邊有個例子 就是中天 他有說一個就是資訊會單一化 比如說那時候星光大道非常紅的時候 然後中天新聞他就每天 就播報每個小時都播報 20分鐘的星光大道的東西 就是會播自己的東西 因為他是有相關的 那我們可以選擇 跟中天有 他可能會爆一樣的東西 對對對也是差不多 那就是就是他會爆一樣的東西 那我朋友還有其他的部分是在說網路媒體 網路媒體或者是說廣播的地方 如果假設他今天只有在中天去那個壟斷的話 他不會造成其他的影響 因為有其他的媒體 所以我可以了解一下您方立場嗎 您方這樣的說法是您方反對管電視台壟斷的部分嗎 可是您方現況下面也有一個法案在管電視台喔 所以您方的立場到底要不要管電視台呢 我方立場是要管 就是我們也不希望媒體壟斷 我們希望資訊被壟斷 但是壟斷其實它不可怕 我可以理解一下嗎 您方的立場一直在跳動 您方一開始是說 電視台即便很大我可以看別家 可是又告訴我們說 現況下面的法案你們想要存去 那比如說我現在跟你講 說說我們現在如果是像企業 那我們會有會計制度 我們有四大事務所 如果他大到他可以吃到全世界 可是您方現況下的法案 那他是數百億的資產 但是我們不會覺得可怕 因為我們信賴他 那我回答一下您的問題好嗎 您方重點在於網路電信這四個字 也就是我們這個題目 你們到底能不能夠管到 我方發現你們制度是完全不能管的 我們方可以基於公平教育法去管 像我們的那個中天併購 公平教育法只是看它有沒有惡性競爭 或是惡性合併 但是我方想要解決的是 即便他良性或合法的併購 我們都覺得如果他影響力太大 是不行的 這是兩者差異 他的影響力是在於說 這個媒體的影響力 還在跨媒體的影響力 跨媒體包含網路電信的影響力 好我們假設你們今天剛剛有提到富邦的部分 富邦如果他今天在他的主業是金融業 但是他有三個MOMO購物台 還有一個MOMO電子台 那這個就是美金 你說的美金分離 我今天跟你講說 是在富邦的部分 富邦他有金融業 如果他今天在轉管全台灣的金融 他沒有什麼可怕 因為我們是信賴他 那假設他今天又買了保險 可是如果他 保險業 然後我們又進入了證券戶 然後最後他可以營建業什麼 他都包山包海的話 他的資金他就永遠在這裡出不來 他可以去用存戶的錢 然後去埋房地產 所以你方的問題是 就是他最可怕的是 他自己如果是單獨壟斷是不可怕 他主要是在跨媒體的部分 可是他已經有幾個 他有很多電信跟系統 他有台灣媒體固網約50多萬 然後還有凱博 也就是很多地方電視台的 擁有約100萬 所以他有凱博 又有TV 又有台歌 他有電信公司 他這主要是在跨媒體的部分 我們方的針對是在說 所以您方的制度 沒辦法管到這件事情 我方的是根據公平教育法 因為公平教育法 我們來探討公平教育法 這樣可以嗎 您方可以讓我解釋嗎 公平教育法 就像我剛剛講一樣 它是管非法或是惡性的併購 但是我方這邊想要管的是 網路跟電視業的 即便它是合法的 但是我們覺得它影響力過高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讓它破 那你可以告訴我 公平教育法哪裡只有管 管在公平教育嗎 因為今天的 謝謝 好 我們請反方的惡變上台聲論 各位 其實我們今天想要產術的觀點一直都很簡單 我們想要產術的是 在各種情況下看來 壟斷都不一定是恐怖 我們舉了Yahoo的例子 我們舉了Google的例子 他們兩個都在網路上壟斷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很可怕嗎 其實不會 然後剛剛對方就講說 他好像 對方是想要管制影響力過高的媒體 我方覺得很奇怪的是 那難道我們 我今天身為一個媒體人 我想要提供好的資訊給大家 好的服務給大家 然後只因為我們提供的服務太好了 然後大家都喜歡我們 所以我們影響力過高 我們就要被罰 我覺得有點尷尬 對方便有 為什麼 這也是我十分不理解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 然後我們這邊講的是 就我第一次守直 我沒有講完 就是為什麼我們 覺得跨媒體併購是非常可怕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Google 不只是一個搜尋平台 今天我們台灣 有出了Google新聞 Google廣播 Google電視等等的 這些如果讓 如果這樣子讓他們跨平台進行並購的話 那接下來會導致什麼結果 比如說我們舉現在的紅重球案來講好了 可能我們今天我們在家 可能今天我們在家裡 我們要出門前 我們看早安新聞 然後我們就看到紅重球案 我們只聽到 然後我們聽說 其實紅重球自己的性格有問題等等的 然後我們可能在我們開設到上班的地點 然後我們又聽到廣播 然後講紅重球性格有問題 然後我們在公司 我們又聽到別人這樣講 然後我們晚上回家 我們要吃個晚餐看個新聞 我們又看到紅重球性格有問題 然後對方便有這樣子我們就會被 就是因為跨媒體的力量 這樣子我們會被深深的影響 反而當一個媒體的 當一個媒體的壟斷 其實並不能 其實並不能有 對人民有太多的影響 然後對方便有剛剛有提到 然後德國KTK我 可以請下右辨識來上 等一下可以解釋一下 什麼是德國KTK嘛 然後 好 對方便有其實你方知道嗎 其實我們 我們有系統塔 我們系統塔 我們政府所發出來執照 就只有幾張而已 那對方便有 假設您方一線型的 反媒體壟斷 把草案來進行規範的話 那對方便有是不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 五張執照 然後對方便有 如果我們現在剛好 就限定在 不能超過五分之一的事實在運 那對方便有 這根本是強迫中獎吧 因為就只有五張執照 然後你今天又訂一個法案 所以你今天只訂 你今天超過20% 你就要 你就要進行 20%以上你就要進行 處罰 我覺得這是政府的強迫中獎 這根本是 不合理的 然後 然後我聲論到此節數學選 我們現在請正方一遍上台資訊 你好 大家好 首先向大家解釋一下 KEK在德國就是卡一卡 然後我也順便回答你們反方三遍的問題 為什麼要用德國 因為我以前在德國念書 然後我每天都會看他們的新聞 我覺得他們新聞播報的都是非常關鍵 然後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打算引用它的 就是它的卡一卡的指數 然後我再跟你解釋一次 不好意思可以借我看一下 謝謝 沒關係繼續問 好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就是有講到 為什麼我們要用德國的制度 因為我們覺得它非常的完善 做得很好 如果是有 我們希望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然後來看這個世界 然後接下來就是對方便有提到說 我們要來討論公平交易法 但是我想說的是 就是我們的媒體 它事實上是有它的特殊性 然後公平交易法 它通常會把就是比較特殊的產業列出來 那就是這個部分 對方便我可以請你提一下嗎 好 我媒體的特殊性在哪 媒體的特殊性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它不單單如果它壟斷的時候 它不單單只是會增加它的利潤 它會影響整個人民的視聽 因為媒體這個部分 它除了剛剛講的一些功能以外 最重要的它還有教育民眾 對 然後所以你剛剛還有提到就是 我們我想要確認你爸的立場 我方想要表達的意思是說 如果現行制度之下已經有公平交易法 在管制在管制壟斷這一方面的話 為什麼我們還要再另外設一個法案 去管制去管制媒體呢 而且對方便有重點是 媒體的壟斷其實並不可怕 我們現在每天都生活在媒體壟斷 我想跟你確認一下 就是你說媒體的壟斷不可怕 但是可怕的是跨媒體的整合 對 跨媒體的壟斷 所以你跨媒體的整合是指說 比如我今天媒體集團 然後它已經有了資源 然後它還買掉人家的就是技術層 譬如說它把台灣雇王還是台灣大哥大 那些就是技術層面都買下來 那如果這樣的話就更方便 就是擴散我的資訊這樣嗎 你覺得這樣是很可怕是不是 對 好 理解 然後我剛剛想問一下你說 如果我們的資料都是非常好的 那為什麼不給它擴散 但是你有辦法確保 你怎麼確保這些資料都是好的 不好意思 我可以再問一次嗎 好 不是 你可以再問一次嗎 我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有 剛剛在聲論的時候 你有提到就是 如果我擴散出去的資訊都是好的 那為什麼我要 擴散的資訊都是好的 對 這是你剛剛講的 我想要確認就是你怎麼去保障 沒有 您幫好像對我有一些誤解 那你說的是什麼 因為我好像沒有講什麼擴展 我應該都講跨媒體的並購 我沒有講什麼散布的資訊 好 沒關係 如果待會有機會 我們可以調論你帶來看 然後我想要來看一下就是 我想要跟你討論的是 你剛剛說就是 如果就只有那五家 然後怎麼樣 我不懂 如果你說那五家 因為對方病友 您幫知道信息 系統台的執照本來就很少了嗎 再說一次 系統台的執照本來就很少 是 對 對方病友 系統台執照本來就很少了 如果你今天反媒體壟斷法 你還要 但是對方病友 你知道這反媒體壟斷法 它是既往不救的 如果你過去已經超過那些比率 它就不會算 現在要防範的是 如果你未來要再做併購 然後掌控這樣的資源 我們才會進行取締的工作 你知道嗎 沒關係 你可以再回去瞭解一下 那就是 好 那這份資料你還有問題嗎 就是回答你剛剛的問題 我還看不到德國的制度 在這邊 這邊 從這邊開始看 我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就是德國它的制度 再講一次 就是你看報章雜誌 你有你的月報率 那你收看電視新聞 有你的收視率 那如果網路上 我們就是用點擊率來算 這三個加總出來 不管你是看到報紙 還是看到電視 甚至是在網路上 就是悠遊於網路中間 你看到的資訊 如果都是同一加來報導 然後因為它的市占率 這樣很高比嘛 所以你打開的時候 看到的東西 新聞都是一樣 而且是經過挑選的 然後這樣可能會讓你 存在擬態環境的過程中 我們覺得這是不好 這就是打到壟斷 所以我們不希望 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針對這樣的規範 你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的質詢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好 我們請正方三遍上台升論 我會在場 各位 在上日論質詢答辯中 已經很明顯顯示了 今天反方號可以同意我們用 德國的這個制度來對 它的跨媒體之間的併購 做一個限制 那今天 關於這個 就是我方的制度已經解釋得很明確 那我們再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們認為 就是大財團它去併購網路 電子報等等的情況 是可能性很大 而且很危險的呢 首先我們都知道 架設一個新的網站很很容易 我們自己都可以發表一些言論 可是我們要成為一個龐大 具有影響力的網站是容易的嗎 我們想要得到很大的收視群 是一件容易的事嗎 並不是 所以今天 當有一個很大的媒體產業 它可以就是影響到人民的資訊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是不會被併購的 因為今天當它被併購了 一個個的網站被併購了 我們市場只剩下單一的思想的時候 我們很難再去改變 反駁 挽回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立定這個法制 然後來規範 讓它不要繼續併購 讓它不要發生所謂單一媒體壟斷 獨佔這個市場影響力的事實 情況發生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不能容忍 它的思想變得單一 變得立場化 是在於 今天如果我們資訊都來自於媒體 我們網路上談論的東西 都是來自於這個 發表資訊的源頭的時候 我們必不可免的 會多少受到它的立場影響 那在這種情況下 久而久之 如果真的只剩下少數的媒體 那我們是不是等於人民的思想 就被這些少數的媒體網站集團 給影響 給壟斷 給牽著鼻子走了呢 這種情況在台灣 尤其在台灣這個民主體制的國家 是不可以容許的 因為我們這個人民的思想 決定了國家的未來走向 這時候如果媒體財團 它可以控制我們的想法的話 那是不是等於我們已經不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 由財團掌控者來主導的國家呢 這是尤其不可以在台灣發生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在 《反媒體壟斷法》裡面納入網路電信 讓我們在未來網路資訊主流化的情況下 它一樣是受到限制的 我們不希望它的影響力過度龐大到 導致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想法會被置固 被單一化 被立場化 這就是所謂擬態環境的重要性 我們希望它可以是 限量藉由多元的角度觀點去思考一個議題 這樣我們才能得到均衡的 均衡的資訊和餵養 這是多元客觀比較能夠 反映到真實的現實的生活的 而根據我們的 而根據大法官實現它的509號 就是我們一開始 《遺變聲論稿》中也提過的 當我們有一些公共利益必須追求的時候 那它的競爭是應該要受到限制的 就是譬如說 我們今天如果 假使 如果我們人民大家都只想吃肉 只想吃麥當勞 那這種情況 我們應該要去做限制 我們可能需要再提供它更多樣化一點的猜測 讓它可以進行選擇 而不是覺得好 如果人民喜歡就讓他們去做 如果它這個東西販售得很好 那就讓它盡量去 當然不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為什麼 覺得當媒體壟斷發生 就是單一化的時候 它是一個無法容忍的情況的原因 而且我方的制度 其實今天我們想要限制的 只是單純在併購的方面 如果今天它一個媒體做得很好 就是譬如說 雅虎新聞假使它真的做得很好的話 我們並沒有想要去做限制 我們並沒有想要把這個集團斬成兩半 我們並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是希望它做得好 但是它可以不要去併購其他正在興起崛起 正在努力茁壯自己的那些小網站 我們的概念只是很簡單 我們認為今天當跨媒體壟斷 它如果成為一個很茁壯很巨大的集團的時候 它對人民的影響力太過於龐大 那我們便是無法 就是我們無法接受這樣的情形的發生 我方聲論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請反方一遍上台質詢 謝謝大家 方便友你好 你好 您剛剛說網路電子報是嗎 請問您的意思是 就是剛剛您有提到網路電子報是嗎 是的 我剛剛一直都有提到網路的部分 那網路電子報是一個集團嗎 是一個企業嗎 它是由企業所開發的一個網站 然後用來撥爆他們 撥爆他們認為重要的新聞 來告知民眾現在世界上發生什麼事 在他們經過資訊處理加工後 報導給我們 對 所以還是企業所去那個 用的網路電子報嘛 所以還是主要為企業為主 那應該是管理企業之間對不對 因為是企業用電子報這個東西 是 所以我們不希望它發生並購的情況啊 對 這是我方提到的並購部分 對 所以您方可以認可 我們反媒體壟斷法 應該要避免網路之間的並購是這樣 您方也可以同意是 不好意思可以再問一次嗎 您方剛才的意思是 您方也同意我們的反媒體壟斷法 因納入網路電信去進行 它企業之間的並購 對 您方的意思應該是這樣子吧 那請問您方的問題是 我看表現您說的意思 因為 可以請您方重述一下剛才的問題嗎 因為網路電子報也是由集團去 企業去製作的 所以重點還是傳統媒體的企業 我們要去做 去做管理 那既然我們已經有公平交易法和 廣電三法 對但它規範的都是一些比較惡性的競爭 如果它今天想要做非法的並購的話 那我們就不允許 這個是在公平交易法裡面所規範的 而我們今天反媒體壟斷法想要規範的 也就是我們這個德國的制度 我們是希望它對斥占率 對人民的影響力是得到合理的限制 所以我們才希望反媒體壟斷法因納入網路電信 去對這方面的並購做限制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雙方都知道 當網路的世界一旦發生了並購 就是我們允許他們我們法規就是現行的法制下 沒有做任何限制的時候 它就可以盡情的並購 我今天大的電子報 它可以用它的資金 它雄厚的資本額去購買其他的網站 讓我們網路上原本多元的生意逐漸減少 逐漸單一 逐漸趨向它一個人的立場 這就是我們認為它之所以應該要被限制 不應該發生的原因 請問怎麼那個並購網站 它可以用它的資金去買下它的經營圈 可是網站是一個公開的平台 所以重點是發佈的媒體者吧 對 所以我們認為今天當發佈的媒體者 並不多的時候 就再不能發生並購的情況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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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請反方三遍上台聲論 他們也針對說併購的方式他們有存有質疑 那其實我們的最主要重點是在於媒體的部分 因為他們對方變成常用說德國收視率 德國的什麼 就它主要是應該是用報紙或者是收聽率的部分 來進行調查 那在它反媒體壟斷法它自己的草案它自己有指出說 在這個草案的話它是以像德國的相當意思收聽率 收聽率去閱讀率做一個立法的指標 可是它自己在草案自己有說收聽率收視率閱讀率 無法反映實質的影響力無法計算且有業者主導報導 會有比較不具有公信經歷的部分 因為它是比較直化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可以很簡單的方式 我們就用量化就是用percent去做主導 那怎麼樣的做主導呢 今天在於說我們在反媒體壟斷法上面 它有說企業持股的百分比有沒有具有一個影響力 而達成企業媒體的跨媒體的併購的部分 那它的在這個法案當中 它為什麼會有針對說比如說持股50%或者20% 它的訂定是怎麼出來 它是依據公司法以及公平教育法 它在內容有提到說在公平教育法第五條 可以看到說它的獨佔 獨佔是指說在事業在特定的市場競爭之下 或具有邀導性的地位可以排出競爭的能力 是它可以同意有獨佔的 比如說像以前的中華電信或者是現在的台電 我們不妨它獨佔因為它已經過大 或其他的媒體是其他的產業是無法有能力跟它競爭的 那在公平教育法它自己有說 在公平教育法說它獨佔它有一些想法 它是可以用公平教育法去限定它的法規 那最主要部分公平教育法它在第二章的第十條那邊 它主要它有在部分是在於說結合跟聯合的部分 結合跟聯合的部分是在不管是同業或異業的部分 它最害怕的是在於說它的合併 我們在討論當中我們害怕的媒體壟斷 那媒體壟斷只是一個結果 那怎麼產生這個結果是我們不害怕今天的媒體 是老張老四老五去主導這個媒體 我們害怕的是這個媒體這個產業是由老張去主導 其他沒有人的發生的聲音 我們可以舉例來說像我方有舉例清育的案子 清育的案子它今天是用的天然蔗糖它就過天 媒體渲哪你可以在生活方式 都可以看得到清育它過天 人民害怕它的劣跡掉了五成 這就是媒體渲染的部分 那在於那個胖達人的部分 它也是說它添加的不是 它添加的是人工香料 但是人工香料在台灣是可以被 在台灣是可以被允許的 只要核定防衛它今天出包的不是因為它添加了不該用的人工香料 而是說它是在說謊 但是媒體會覺得這個好不好 但是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有加的 那我們最主要的回答就是這是媒體的渲染部分 那為什麼媒體會這麼多元都指向這個地方 可以舉例以防釋來說 今天如果假設我們現在比較熟悉的是富邦集團 那它除了金融業它又跨足了保險業 然後它證券業也有 那今天有房市假設 它今天有投資房子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它可以說林口內湖什麼房市很好 大家要買 但是如果只有房仲業 它大家不會去相信你會去買嗎 應該不會 但是如果今天你去銀行 人家說趕快買喔 這個我們的存款利率 它可能有5%投資報酬率 那個這個只有2% 你可以去買那個林口的案子 那今天如果今天你又走到保險 就說我們這個訂單只有3%投資費 你應該去買房 然後身邊的電視你的朋友跟說 那個林口那個案子很好趕快去買 你會造成恐慌 是不是我今天不買我會錯過那個機會 我會錯過那個機會 而去造成一個質疑的恐慌 但是人民不會管說這個消息來源是不是正確 因為它相信媒體 它相信媒體 所以我們主要的部分是在於說 它跨媒體 你今天在一個特定的上 反媒體總裁法其實就是一個產業 好 我們請正方二邊上台諮詢 你剛剛剛剛有講到就是 有一份資料告訴我們 就是關於勢戰率這個 就是你們說的是直化的部分 基本上沒辦法反映真實的影響力嗎 你們 我可以對方想請問對方 有反北裡頭犯法的草案嗎 然後我可以進一步問一下 你方下一句又說 所以因此要用所謂的趴數 也就是量化的部分來看 但是我想理解一下 就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數值其實也是一個趴數的概念 就是勢戰率也是一個趴數的概念 這兩者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你可以說我們是直化 你們就叫量化 他主觀是說 我今天很開心 今天好像還不錯 但是他只是說我一個感覺上 那你可以幫我一二三四五 但是他沒有辦法 我可以問一下嗎 就是這個勢戰率是一個感覺 還是一個數字 他就跟你講說無限 那請問你 我想問對方對方 在報紙的勢戰率 我問一下 我們看這份資料 它上面寫 望中對無限電視的影響力是非常高 這種主動或是很強大 之類的這種主動的 我們覺得是這樣的形容嗎 其他人應該沒看到 就是他主要是 有限無限網際 報紙雜誌 頻道代購物平台 跟有限平台 那他%數是140% 那我想請問對方便有 140%是怎麼去產生的 那我跟你說 他這邊有個公式 對公式 那你可以跟我解釋這個公式嗎 你可以跟我解釋 140%是怎麼合成嗎 三個辯識三輪的質詢答辯都已經解釋過 我方想要把時間放在您方之間 OK好那沒關係 那我們先討論 我們先討論 OK 我可以問一下您方公平教育法怎麼算的嗎 公平教育法它是針對企業持股 就是說 那我可以問嗎 持股也是個%數對不對 是 那他就是20% 我可以問一下 我理解您方的%數是理性是客觀是標準 那您方是不是可以承認我方的%數也是理性客觀標準 因為那請問您的母體是什麼 你們的母體是什麼 這個%數是不是可以反映一下 那你們的母體是什麼嗎 因為我不懂你的母體是什麼 你懂為什麼 好那我問另外一個問題好了 那我先跟 那我可以解釋一下我的公平教育法 沒那麼多嗎 OK好的 因為你們自己的草案也有說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無實質影響 那我們主要是在於說 那可以拿上來 我們主要是在於說 公司控股的部分 今天不是說百真分之百才是壟斷 假使你超過20% 你是對這家公司是有 具有高度的影響力 等到50% 如果今天是超過50% 他們的報表在會計 視為同一個間公司 因為他們是可以去 具有決策能力的 所以他們視為同一間公司會怎樣嗎 會怎樣嗎 超過20%會怎樣嗎 超過20%是 就是我可以開同試會 那我跟你講說 我今天不要報導這個 我今天就把 決定說 我今天要把這個人的畫面cancer掉 我會決定把你的畫面cancer掉 你聽我的問題 在寧方制度底下 如果忠實想要買一個 雅虎新聞好了 是 那他可以買嗎 他是可以買 可是他買不了那麼多 因為他股權是幾百億的 那他買的話 具有高度 他如果有錢的話他可以買 那假設譬 比如說 寧方的法條 寧方的法案 就是寧方的公平教育法 或是廣電三法 有在限制這件事情嗎 我們 我們 我不太懂你的 意思說今天買 寧方剛剛講20% 他只告訴我們說他可以開董事會 他還是可以買 是 他是可以買 所以我們要去管他 我們要用高雲 公平教育法管他 我們 你說媒體的部分嗎 那我確認一下 今天他就是看他的主管經官 我簡單說一個問題 是 寧方是不是也不希望 就是媒體可以 繼續在網路跟電信的部分 產生併購 過度龐大 我們不只在網路電信 我們是包含所有的媒體嗎 我們同媒體是一樣的 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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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方立場也一樣 而且法案也一樣 對 那在網路跟電信的部分 寧方是不是也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情 網路我們不希望 但是網路你告訴我 他怎麼要去壟斷呢 整個比賽很簡單 是一個手段的選擇問題 對不對 我不明白 但是我不明白 你如果今天網路要壟斷 那你告訴我如何壟斷 好 那我問個問題 就是 寧方對於 寧方還有講一個東西 一遍講 就是必須要是企業跟企業之間的關係 你們才要去介入 企業的關係 反正我們反而不是主要是企業的 那我可以問一下 Yahoo奇摩新聞 這種公司是一個企業嗎 他是一個企業啊 是 那一樣的邏輯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介入呢 因為照你們反方意變的說法 我們有說不能介入嗎 對 是 好 那所以依照這樣的結論 是我們可以介入對不對 他是可以 如果他過大 他渲染就是 好 好 謝謝這方面有 好 我們 剛才 已經結束了這個 正反兩方的這個聲論 還有質詢 我們第一階段的比賽 就是結束 那第二階段的這個結辯 將在鈴聲響後 三分鐘正式開始 我們休息過後 那現在我們開始 請反方的結辯 上台做結論 好 各位大家好 在今天的我們最主要不是在反媒體壟斷 我們承認媒體壟斷 如果網路被媒體壟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在針對的是說 反媒體 我們在思考的是說 反媒體壟斷法真的能解決這個現況嗎 因為它主要是在針對壟斷的行為 但是它壟斷的結果 但是最重要的是壟斷的行為發生 我們今天害怕的是 跨媒體等於說 譬如說這個名詞改一下叫跨產 跨產業 在產業它可以譬如說以金融業來講 本金管會下面可以金融證券保險的部分 我們害怕的是它一黨一個體系獨大 今天在某一個財團 在這個體系他們安全是無語 但是它如果跨媒體 它是可以去影響到其他的媒體語錄 會造成一個公眾的輿論的發生 那我們今天在有講主要是 今天有在兩個法規是一個 反媒體壟斷法跟公平交易法 反媒體壟斷法它主要 我們還是要再重申是說 它是以收聽力式戰略是一種模擬兩可 它的母體是可 它的母體有一個 但是它的樣本是可以被改變的 它的母體有點界定不見 今天是你要是用全國的人口2300萬 還是只有收聽電視的50%的1000萬的人口 進行下去統計呢 所以我們是回歸到以企業的影響率 在這個老闆當中 如果他買下了其他的媒體 他在這個決策影響力 他可以去改變他的人事 或者是說他的新聞媒體的一些的手法 導致說有些 我們可以得 應該成為事實的公正是可以被消音的 譬如說以我們今天有提到洪中秋暗 洪中秋暗它的發酵是在媒體 我們承認 在於網路的BBS 我們承認它是一個很好的發聲平台 它是 但是我們在新聞 人民在新聞媒體開始 一開始 我強調是一開始 它的主要是說 它是自己違規帶手機 它好像也對 它具備實際上好像也對 但是我們忽略的重點是在於說 它的送緊閉流程 因為我沒當兵 我以後也不用 應該也不會當兵 除非我簽下去 但是 所以我不知道送緊閉流程 原來七天的流程 它一天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它就可以把這搞定 流程是沒錯 但問題是說 為什麼它會這麼快速 我們要探討的是在於說 是不是有一個媒體 假設今天把所有媒體的影響力 不要說百分之百 百分之二十就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它在決策發生 它今天不喜歡這條新聞 我就把它收掉 我今天不喜歡洪秋秋的案子 我就 那有風災啊什麼之類 它可以去用風塞的去掩蓋這個手法 那提到風災 我可以提到說莫納克的颱風 它當初為什麼影響到 所有的行政長官都因為這樣 可能因為受到一個牽連的懲罰 它懲罰今天是大家忽略它 今天如果只有中天跟你講說 莫納克的那麼可怕 其他的東森 三立之類的民事 都說不可怕 人民會忽略它的聲音 就覺得這好像沒什麼 但是全部的人 甚至今天的報紙 這樣跟你說這個很可怕 以前有什麼 莫納克以前有那一台風做主任 大家會比較安心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在於是說 不是壟斷的部分 而是在於跨媒體 所以說我方認為 應該是從公平教育法 以用主要是在於它的 它的資本筆去進行做一些探討部分 而不是用反媒體壟斷法 因為公平教育法它是在演繹的過程 他從研究起草審議制度 他費時二十年 可是我們本法只用了半年就完成了 謝謝大家 好 我們現在請正方的結辯 上台做結論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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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問候各位 比賽到最後我方終於理解了 因為他們很釐清了一下 而且花很多時間去說明一下他們的制度 那我們現在到比賽最後 我們來想像一下雙方的不同制度 不同手段 想要達到一樣的就是反對媒體壟斷 或者反對媒體跨媒體影響到人民 支得權利的這個目標哪一邊會做得比較好 或哪一邊會產生其他的避害 那我們先交代一下反方 反方他們剛剛所說的所謂的公平教育法 所謂長的應該是就像他們反方所說的就是 如果你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媒體 或是很大的集團 你已經有很多的資金很多的財力 那你就不應該去買其他任何一個媒體 他們的標準是用那個單一媒體的持股比例 但是我方理解第一個是 現況下的公平教育法 並不是這樣子去做一個限制的 現況下的公平教育法 並沒有去限制任何一個集團去買任何一家媒體 只要是合法的併購合法的買 他都可以買 這是我方必須強調的 這個跟我們認知的法律不一樣 那第二個是即便制度要長這個樣子 我方發現會有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政府過度限制了一些集團 他們發展自己產業的一個自由度 換句話說怎麼講呢 比如說他們講富邦集團 他們有人壽險 他們有產險 他們越有錢 大家越相信他的產品 那沒錯 在自由競爭市場底下 我們是可以接受他們越來越發展 越來越好 但是如果他們想要買一個媒體 如果只是一個小小的媒體 比如說房地產新聞 他們想要自己去經營 那它的市占率 就是用我們德國之路看 就是其實不到一% 就是可能100個人裡面只有 每天只有一個人才會看到他的新聞 那在反方的世界底下 富邦集團是沒有這個自由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他的十股比 即便是小公司 五個人的文編的公司好了 他只要十股比超過20 法律就不允許 他們的法律就不允許 但是我們發現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是因為實際上 他買這個新聞 他買這個小小間的報社 並不會影響到人民資的權利 也就是不會影響到 他們所說的莫拉克颱風 或是影響到大家所說的 洪仲修的案件 他只是小小在寫房地產的東西而已 但是為什麼他們的世界 卻要限制所謂的集團 或所謂的財團 他們去做這樣的發展呢 這是我方提出的第一個質疑 他們是過度限制了現在的商業 那其次我們要看是真正影響到網路 也就是我們說的 有資料告訴我們說 未來第二大的資訊接收的管道是網路 以及現況下的MOD發展越來越成熟 馬英九自己也講 未來那是主流的趨勢 政府NCC也在推動免費機上河 但是反方執行比賽一直沒有去面對的現實 也就是現況下廣電三法 能不能管得到未來的主流 人民知道的權益的管道呢 其實是管不到的 所以剛剛被我所講的那個洪仲修的案件 非常好的例子 在未來世界底下 反方如果管不到那個世界 也許就會產生他們所講的 每個新聞台 如果每個新聞台都被媒體 財團掌握的話 他可能都幫政府講話 就是說他本身人格有問題 這是反方他們也不想見到的事情 什麼樣的世界才會產生真正去探討軍中制度 或軍中文化的問題呢 在正方的制度以下 我們面對媒體 尤其是網路以及電信的部分 我們去做控管的時候 才不會導致媒體意願化的現象 這才是反方所想解決的問題 而正方才可以做得到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東方便文還有舉一些例子 比如說Google還有Yahoo 他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自然的 也非常好的管道 但是東方便文是深深被這個壟斷 而不自知的一個現象 為什麼呢 比如說Google我們Google不出來所謂的恐怖攻擊 但是也許恐怖攻擊的新聞或資料 其實對於阿拉伯世界而言是一個神聖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的網路世界底下 我們還是期待大家除了用Google 除了用Yahoo以外 除了看Yahoo交給我們的那兩個焦點新聞以外 比如說誰跟誰結婚 或誰又生了小孩那種八卦新聞以外 我們還可以去多看看一些其他的更功利 或是更多元化的新聞 才能夠更貼近我們真實世界的產生 所以這是我們制度底下才可以追究到的世界 而反方其實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方還是認為 在未來的趨勢底下 我們應該要把網路電信 納入我們的媒體壟斷法 謝謝 好 我們今天這個精采的比賽到此結束 我們今天特別請了三位須有專長的教授 那我想首先我們先請 私心口語傳播學系的教授 葉榮慧葉教授 來跟各位做講評 主持人以及各位評審還有雨賽的辯士 那今天的辯論賽呢 我可能不針對於大家的辯論做講評 不過我做一些提醒 就是說大家很習慣打辯論或者參加辯論賽 可是常常都忘記了辯論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 辯論的目的其實最剛開始從它的起源 它是為了一些公眾的事物 在辯論的過程之中 它最主要的主角不是在裁判 而是在於民眾 是不是能夠藉由大家在你來我往 在深論 質詢跟答辯的過程之中 民眾以及人民能夠在這個過程之中 理解到他們關心的問題 他們想要知道的概念 那回到這個辯論的主題 就是說當大家在打辯論的時候 除了你們的技巧之外 其實技巧或者一個辯論精不精彩 其實可以經由練習 還有你們的經驗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你們知識的掌握 那大家每一次在打辯論 甚至於在觀賞辯論的時候 大家可能關心的是說 誰表現得比較好 誰比較伶俐 但是最後的那個目的 其實大家還是要回歸到 是聽眾以及民眾 能不能在你準備辯論的過程之中 以及你深論的過程之中 你的質詢跟答辯 協助大家去釐清一些 他們真正想要關心的問題 所以這也牽涉到就是說 當各隊在準備你們的辯題的時候 你們對於題目到底清楚 哪一些關鍵的概念 是你們自己需要清楚 以及民眾急切想要知道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多的辯識 可能長期的都在打辯論 所以在技巧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但另外一個部分就是牽涉到說 當它的技巧純熟之後 它到底對於這些概念 它是不是真正的清楚掌握 還是它只是因為它今天是在哪一方 然後就是去找一些 跟這一方有利的這個數據 民眾真正想要知道的是 這一些數據究竟對我有什麼樣的影響 對方講的那個部分 究竟有哪一些部分 可能會影響到我的生活 這都是質詢跟答辯的時候 我們真正要去掌握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的講評其實是在做一些提醒 就是無論在未來的過程之中 您是在實際參與做辯論 或者是未來您是在聽一場辯論 我們都應該要有不同的視野跟不同的觀點 以上是我的講評 謝謝葉教授精采的講評 我們現在請台師大的胡教授 來跟各位做講評 主持人王總編輯還有兩位評審 還有雙方的參加比賽的演示朋友們 今天這個題目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但是其實它也是一個很專業的一個問題 因為它有相當程度的專業性跟複雜性 所以我想可能各位在準備的時候 會覺得比較吃力一點 然後在台上深論的時候 或者是質詢或應答的時候 有些觀念因為可能太複雜太專業 也比較緊張一點 照顧起來比較困難 這個我想評審們都可以理解 這個問題呢 今天的辯論的題目 我用最簡單的方式跟各位解釋一下 到底這個題目背後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題目真正在討論的問題是說 我想雙方都看過那個 目前各種版本的 反媒體壟斷於多元發展 這個法的草案 在這個法的草案裡面呢 它沒有觸及到的一個區塊 就是簡單講我具體講 像是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遠傳 雅太等等這些 所謂的固網或行動通訊的業者 他們現在已經 也有在向他們的 這個固網或行動通訊的訂戶 提供通訊管道之外的一些 類似於媒體在提供的服務 也就是說提供新聞或者是娛樂性的資訊 所以我昨天講一個例子 比如說台灣大哥大 它其實是一個很傳統的 通訊業者 電信業者 對不對 它提供大家行動通訊的服務 可是台灣大哥大 現在大家知道 裡面有很多所謂的客戶服務 你只要每個月多交點錢 你可以看到台哥大的 比如說My Video 看到電影 你可以看到新聞 中華電信的某某的一大堆服 各位都知道 中華電信還有MOD 所以當這些傳統的電信業者 他已經有跨足到媒體 這樣性質的經營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跟 目前這些法的草案裡面 所管制合併的這些傳統的媒體 包括無線有線電視台 還有Content Provider 電視的所謂的衛星廣播電視 也就是專門製作節目 還有頻道代理商 還有系統台等等這些業者 當然還有報紙廣播電視的傳統業者 能不能夠合併 比如說台灣大哥大 可不可以跟旺旺中石集團合併 如果雙方有這個意願的話 可是在目前的各種版本的草案裡面 沒有談到 如果這種狀況發生的話 需不需要限制它的合併 這是今天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根源 那麼正方有一個誤解 就是你們在辯論場上 舉到這些例子 比如說中史電視報 聯合新聞網 自由時報電視報等等 他們不是我們所講的 所謂的網路原生媒體 他們是傳統媒體附屬的一個 在網路這個平台上面 傳遞新聞資訊的一個子機關 子機構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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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 比如說 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它不能來單獨去買中史電視報 你知道我意思嗎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中史電視報是屬於整個 旺中集團的 所以你們所取的那些電視報 它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媒體 網路中的媒體 是這樣子 就是就你們所取的那些例子 所以你們有這個誤解 那麼 反方呢 反方 你們給我的感覺是說 你們好像不是很理解 說這個反媒體壟斷法 它主要談的就是 跨媒體之間的經營 能不能夠合併 主要談的就是這個 然後呢 你們在台上卻說 你們反對的是 跨媒體之間的合併嗎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話 如果沒聽錯的話 那麼 現在在談的這個問題 就是在指說 傳統媒體跟我剛剛講 行動或固網通訊業者 或者是網路原生媒體 之間能不能合併 你們懂意思嗎 可是你們卻已經說 你們不贊成這樣的合併 對不對 那至於媒體分離 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跟今天的討論 其實沒有什麼明顯的關聯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不是今天討論的主題 所以我們在準備辯論的時候 剛剛葉教授講 我們必須對這個問題 要有個基本的了解 我們才上來講一些問題 這比較好 另外就是在技巧方面 我舉幾個地方 我觀察到的 供兩隊日後參加其他比賽參考 第一個 時間沒有用完是不應該的 所以按鈴的同仁呢 今天都很詫異 就是他們平常都很緊張 在那邊提醒 今天經常是 他們還沒有準備要按鈴 台上已經沒有話講 這個作為一個參加正式比賽的 一個一流隊伍來講 是很難想像的 不應該發生的情形 第二個 質詢的時候 不是在教訓對方 教育對方說 你注意聽 我跟你講的關係 質詢的在奧瑞剛的用意是 借助一連串的問題 然後讓對方導入一個 讓觀眾感覺 對方有論述上自我矛盾的地步 就好像我們看 好萊塢一些電影有沒有 雙方的律師去結問證人的時候 他的問題一個個來 可能讓對方只回答yes或no 然後幾個yes或no下來以後 就可以讓陪審員得到一個印象 說什麼事情可能是怎麼樣 所以質詢的時候 你是要問問題 不是要長辨大論來深論 然後今天犯了另外一個技術上的錯誤是 被質詢的一方 你不可以反質詢 你不可以反問 所以我們如果吃一口蛋糕 突然就忘了 現在是哪一方在質詢誰 被質詢的人一天到晚 那請問你怎麼樣 如果我是質詢者的話 我就說那到底是我問你還是你問我 所以這個被質詢的一方 你們學長應該要提醒過你們 在台上是不可以反質詢的 如果是大專盃的辯論比賽 你被質詢的人反質詢 馬上是被扣分的 被嚴重扣分的 是這樣 所以這個技術上大家要注意 最後在深論的時候 或者質詢的時候 不要一直低頭念稿 我們以前受的訓練的時候 30年前 我們是不准像各位這樣 戴著這種紙頭上來 我們頂多是戴著小的卡片 拿在手上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 學校的訓練是不是這樣 因為你戴著一個紙上來 那個紙會晃動首先 對不對 觀眾或評審都頭昏了 不曉得晃到哪裡去 第二個呢 你那個裡面的字又那麼小 對不對 然後你就低著頭 也不理觀眾 也不理評審 也不理對方便有 就從頭到尾這樣念 對不對 那乾脆雙方都用書面的 不就好了嗎 為什麼要上來講話呢 對不對 所以不可以一直低頭念稿 不可以低頭 你要面對大家 你面對大家才有眼神的交流 你才可以有你的表情 你的手勢的聲調的展現 增加你的說服力 所以我提供一點技術上面的建議 提供大家才能 謝謝 謝謝胡教授 非常精彩的評論 那我們現在請玄奘大學的陳院長 王總編輯 兩位評審還有各位同學 我想今天的氣氛非常融洽 那麼各位的笑容還有舉止 也都非常的令人感到溫馨 所以這個辯論的氣氛 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那我想這個雙方的實力 也是立即可以判定的 那我想首先講這個聲論部分 幾位同學我都覺得你們的聲論 沒有賣點 我聽不到你們的重點是哪裡 也許你們唸稿的成分太多了 另外在這個質詢的部分 我也沒有能夠感受到 具體的問題是什麼 那麼在答詢的部分 還被人家反質詢 沒有辦法制止 我覺得這都是缺點 剛才胡老師也提到了 也許過去都在電視公司裡面做事 雙方辯論我們很重要的 你是給 當然今天是以評審為主 可能有一些觀眾 其實應該面對 觀眾面對評審 還不只是對方的眼神交會而已 另外我想今天讓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 聲調在咬字還有用詞方面 我覺得都稍顯弱了一點 特別是聲論也好 提問題也好 它那個邏輯性也扣不上 是有待加強的地方了 以上的建議 謝謝 我們謝謝我們三位評審 精采的評價 其實同學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可以去無存經 好的 好好地學習起來 如果要改進的缺點 那就趕快把它改進 以後下次再參加相關的比賽的時候 會有更好的表現 好 這個關鍵時刻來臨 其實我這邊要特別再宣布一下 就是我們比賽的這個成績 和剛才的這個講評的順序 還有我們今天的裁判的做事 是沒有關係的 那首先 那我先講 第一張的這個評分單 正方的台科大是這個100 反方是淡江 淡江B隊 那是128比45 勝方是正方 第二張評單 正方 雙方的比是 125比95 勝方是正方 第三張評單 正方雙方的這個比分是 155比108 勝方是正方 那合計是408比248 那正方是得了3票 反方是0票 所以今天勝方是台科大 好 我們謝謝大家 今天大家早上來 花了很多的時間 那大家應該有手說過 特別是同學們 那把你自己今天 在這個場合的學習 帶回去 大家記得去無純金 把好的學習起來 不好的趕快改進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比賽結束 謝謝 謝謝